米格21可以说是米格家族销量最大的机型之一了 在气动外形方面它有比较大的一个特点 首先它采用了三角翼设计 三角翼设计可以看成是后掠翼的一种极端的状态 它前缘后掠角进一步的提升 但是后缘它是垂直于机身的 所以呈现一个等腰三角形 这个后掠角就更大了 进一步的减少了阻力 除了这个之外 三角翼和机身连接的这个长度也会更大 所以保证强度的前提下结构就可以更轻 那米格21采用了机头进气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机头有一个非常有特征的锥 这个锥叫做机波调节锥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锥就叫做机波调节锥 在低速飞行的时候 这个调节锥会缩到最里面 到马赫数1.5的时候开始往外伸 到最大飞行马赫数的时候就会伸到头 这个上面会产生机波 这个机波就会进气到前面的空气 在进入压器之前就起到一个预压缩的作用 那调节它的位置就能够保证在所有的速度下 都能够有比较好的压缩效果 除了调节机波之外 这个里面它是空心的 可以安装测距雷达或者火控雷达 各位朋友 现在我就坐在一架米格21的座舱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座舱上面的仪表 满满都是60年代苏俄的感觉 重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马赫数表 这个马赫数表上面的极限 直到头是马赫数2.5 我们知道米格21的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超过马赫数2 此外中间这个是驾驶杆 旁边的这个是急流阀 也就是油门手柄 前面还有一套射苗的仪器 到米格21这个阶段的飞机 主要的武器已经从机炮升级成为了导弹 坐在这个座舱里面 我主要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但是视野不太好 比如说我扭头想往后面看的时候 几乎就都被我的机身挡住了 这也是米格21的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它的视野不太好 不太适合近距地去进行格斗 虽然说有缺点 但是这款飞机在世界上卖得非常好 大受欢迎 我个人的观点 这种飞机跟特三次坦克 还有阿卡斯七步枪有点类似 便宜实惠 结构简单 好保养 用起来虽然不是那么的先进 但是速度好 好操纵 又能对空又能对地 可以说是一击两吃 所以说大受第三世界国家的欢迎 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战果 感谢观看